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乐斯和刘宇宁被爆出前后去酒吧嗨到凌晨 您心思下生活真丰富 在3月18日 狗子队拍到了赵乐斯和刘宇宁在拍戏结束后 相继来到酒吧放松的画面 当天赵乐斯穿着休闲 戴着眼镜头发随意的挽在脑后 和助理一起进入了酒吧 过酒后刘宇宁也独自一人走进酒吧 一边低头看手机一边进入 直到凌晨4点左右 赵乐斯和一大班工作人员走出了酒吧 她的脸看上去有些圆润 似乎是发胖了一些 但依然是白愿可爱 而刘宇宁则没有在狗子队拍到的画面中离开酒吧 网友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表示明星的私下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但也有人担心他们的工作和消息是否平衡 不过赵乐斯的发胖问题也被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他看起来更健康更美了 但也有人调侃剧组的伙食太好了 明星的生活虽然令人羡慕 但也需要注意平衡工作和生活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赵乐斯近日活动状态被网友吐槽说胖了不少 调侃他是不是在剧组的伙食太好了 看着有120斤 小燕看到赵乐斯一晚拍戏收工后来到酒吧 他一生休闲打扮戴着眼镜 头发随意的挽在脑后 跟在助理的身后进入酒吧里 稍后 刘宇宁独自一人低头看着手机走进酒吧 凌晨四点左右 赵乐斯跟一大班工作人员们走出酒吧 他把胭的脸看上去圆呼呼的 似乎是发胖了一些 他跟大家闲聊几句告别后乘车离开 3月18日 有八卦狗子报出赵乐斯和刘宇宁下班后的动态 两人现身酒吧嗨完 赵乐斯戴着墨镜打扮休闲 和助理们一起进入酒吧 而刘宇宁则孤身一人玩手机走进酒吧 令人惊讶的是 赵乐斯和一堆工作人员竟然在酒吧 狂欢到凌晨四点才离开 虽然赵乐斯的脸蛋看起来有些圆呼呼的 但依旧美丽动人 明星们常常因为上镜需要而保持身材 但健康美也是很重要的 这次赵乐斯和刘宇宁的酒吧之行 让人看到了他们放松的一面 也让粉丝们更加喜欢他们 不过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在享受夜生活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虽然明星们的私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但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隐私 让我们一起关注他们的作品 期待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吧 感谢观看